多肉植物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种观赏植物 它们的形态多样 颜色鲜艳 养护简单 深受花油们的喜爱 但是你知道吗 多肉植物对温度的要求其实很高 如果温度不合适 它们就会出现生长停滞 休眠 冻伤 晒伤 甚至死亡的情况 那么如何给多肉植物创造一个适宜的温度环境呢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多肉植物的温度问题 让你真正搞懂它们的需求 温度区间 首先 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温度区间 温度区间是指不同温度对多肉植物生长和生命活动的影响 根据温度从低到高 我们可以把温度区间分为五个部分 低温致死区间 这个区间的温度太低了 多肉植物会因为寒冷而冻伤或死亡 不同品种的多肉植物有不同的耐寒能力 一般来说 极限低温在零摄氏度以下 低温休眠区间 这个区间的温度虽然不会致死 但是也会让多肉植物失去活力 进入低温休眠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多肉植物不会生长 也不会开花 只是保持基本的生命活动 理想低温一般在五摄氏度到十摄氏度之间 生长区间 这个区间的温度是最适合多肉植物生长的 也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环境温度 在这个区间内 多肉植物可以正常进行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生长旺盛 开花繁茂 生长区间一般在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 高温休眠区间 这个区间的温度过高了 多肉植物会因为炎热而失去活力 进入高温休眠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多肉植物也不会生长和开花 只是保持基本的生命活动 理想高温一般在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 高温致死区间 这个区间的温度太高了 多肉植物会因为热量过大而闪伤或死亡 不同品种的多肉植物有不同的耐热能力 一般来说 极限高温在45摄氏度以上 白天和夜晚 其次 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 就是白天和夜晚对多肉植物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白天有阳光时 多肉植物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光合作用 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物和氧气 为自己提供能量和物质 而夜晚没有阳光时 多肉植物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开气孔 收集二氧化碳 为第二天的光合作用准备原料 由于白天和夜晚的分工不同 导致多肉植物白天和夜晚对温度的要求也不一样 一般来说 白天的温度可以高一些 因为多肉植物可以利用光合作用产生的热量来抵御寒冷 而且高温可以促进光合作用的效率 但是 夜晚的温度就要低一些 因为多肉植物没有光合作用产生的热量来保暖 而且低温可以促进呼吸作用的效率 如果白天或者夜晚的温度超出了生长区间 那么多肉植物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 白天温度过高 多肉植物就会受到阳光的强烈照射 叶片表面的温度会超过极限高温 导致晒伤或死亡 或者说 夜晚温度过低 多肉植物就会受到寒冷的侵袭 叶片内部的温度会低于极限低温 导致冻伤或死亡 所以 我们在给多肉植物调节温度时 不能只看白天或者夜晚的气温 而要综合考虑白天和夜晚的温差 一般来说 在寒冷的季节里 我们应该尽量提高白天的温度 让多肉植物能够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 而在炎热的季节里 我们应该尽量降低夜晚的温度 让多肉植物能够进行充分的呼吸作用 总结 通过以上的介绍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多肉植物对温度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我们应该尽量把它们放在 生长区间内的温度环境中 多肉植物白天和夜晚 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和温度需求 我们应该根据季节和品种 来调节白天和夜晚的温差 多肉植物如果遇到了过高或者过低的温度 就会出现休眠或者致死的情况 我们应该及时采取措施来保护它们 希望这篇文章 能够帮助你更好地了解 多肉植物的温度问题 让你能够给它们创造一个 舒适和健康的生活环境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